手握425億元 現今的前國泰晉副董事長蔡振宇 這幾年來投資房地產眼光精準 列地遍佈全台 不過現在卻傳出 他有意出手並吞安太營 還有金晨寅 引發市場嘩然 蔡振宇曾擔任國泰晉副董事長 在兄弟中排行老三 因而有三太子的外號 在二零一零年辭去國泰晉 所有職務與二哥蔡紅圖分家之後 取得八百億現今自行創業 近年來在包含家樂福等眾多併購案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又傳出他將出手跨入銀行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獨家金融機構都對安太營 金晨寅有爭取意願 其中安太營曾與國票金論籍婚嫁 而金晨寅則是被永豐金 中信金重追不捨 負補性比較高 所以賣相會不錯 所以我認為這個比較偏向 是一個私募基金的行為 把這兩家銀行買下來 並且下市至少估計千億元起跳 金融圈對於金晶寅樂觀看待 不過消息一出也激勵 安太營跟金晨寅三號持續上漲 過去的列地高手蔡振宇 如今在出手跨入銀行圈備受外界 高度矚目 三學院朱振宇的副詞台北報導